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在马克福音的第五章乱中 负责人的魔鬼叫什么名字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人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马克福音的第五章一到二十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那人缠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能屡次用脚料和铁链捆锁他 铁链就被他争断了 脚料也被他弄碎了 就没有能能制服他 他昼夜藏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 拜他大声呼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 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吩咐他说 污鬼呀,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回答说 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永固 就再三地 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在吃死 鬼就要求耶稣说 请你打发我们往猪群去 负责猪去 耶稣转了他们 污鬼就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一群猪就闯下山崖 投在海底淹死了 猪的数目有两千 犯猪的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就来 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负责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负责 坐着,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鬼负责人所遇见的 和那群猪的事 都告诉众人 众人就要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床的时候 从前被鬼负责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 在低加坡 低加坡里传扬 耶稣为他 做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 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二十八到三十四节当中 当然如果你回头再读 一遍马太福音中的 这一部分 你会发现马可 比马太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但是马可称这个地方 为格拉森 而马太就称这个地方 为加大拉 对于某一些人来说 这似乎是一种矛盾 但是如果你进行 进一步的调查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的 加大拉是一座 离加利利海不远的城市 格拉森去加大拉 大约是东南十九公里的 其实耶稣是进入了 这两个城市所在的地区 因此并不存在什么矛盾 那么在他的旅途当中 耶稣经过一个墓地 有一个被恶魔负责的人 就走进耶稣 那么现在马可的描述 也是一些人 指出马可与马太有矛盾 因为马可只说有一个人 而马太说有两个 但是问题是 马可是说只有一个人吗 不是的 他说他被一个人接近 但没有说是只有一个人 那么从这个叙述当中 我们发现马可是专注于 被恶魔所负责的那个人 当然我们后面会知道 他名叫为群 而马太者没有提到这个事实 马太者简单地说 这些人非常凶猛 马可所抢掉的一个人 比另外一个人更加引人注目 而马太却没有 如果马可说 只有一个人接近耶稣 那么这就会产生矛盾 但是因为马可是只专注于一个人 所以没有提到第二个人 并不是一种矛盾 而是他们叙述方式的不同 恶魔使这个人 他过了非常悲惨的生活 当那个人看见耶稣时 就跑过去敬拜他 喊道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耶稣并没有向这个人 表明过自己的身份 但是负责他的恶魔 他知道了耶稣是谁 及神的儿子 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当中 清楚地表明 魔鬼是也相信耶稣的 他们在耶稣面前战斗 但是因为他们缺乏顺服 才是为什么他们会抛入地狱的原因 但它令我惊讶的是 这些恶魔邪恶的灵性生物都能够承认 耶稣是上帝并且崇拜他 但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 就否认了关于耶稣是神的这个事实 如果那些承认耶稣为上帝的恶魔 都要陷入地狱 那么那些拒绝接受耶稣为上帝的人 他们的命运会有所不同吗 当然我觉得是不会的 之后这个恶魔就恳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受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吧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 和一乎大书第六节告诉我们 在审判日犯罪的天使 将与其他邪恶的人一同被抛入地狱 地狱是一个永远要折磨的地方 因此这些恶魔很可能只是问耶稣 是否会在那时和那里将他们抛入地狱 耶稣是命令这些恶魔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并询问恶魔的名字 那么这魔鬼就回应说他们的名字叫做群 接下来到了第十节 这些魔鬼恳求耶稣不要将他们赶出那地方 那么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推断出 这些恶魔在问的是 耶稣没有将他们直接送入地狱 而接受永恒的惩罚 这是在审判日之后的 而是允许他们留在那个地方 他们要求耶稣允许他们进入猪群 那么大约是有两千只左右 耶稣就允许了 所以魔鬼就离开了那个人进入的猪群 之后猪群就冲进海里淹死了 那么现在你可能就会问了 耶稣为什么允许魔鬼去拥有这一群的猪呢 因为这样子做 他就是养猪的人要付出的许多的代价 其实在当时猪是不解禁的 也不适合犹太人吃 利默记得第十一章七到八节说 他们甚至不可以去碰死去的这些尸体 因此 这些人他为什么要去养猪呢 耶稣在允许魔鬼进入猪的过程当中 他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那恶魔所负责的人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第二个是摆脱了这些犹太人本不该做的事 那么犯猪的人就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 就去告诉了众人 他们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很好奇 就都来了 看见耶稣坐在那曾被恶魔负责的人旁边 现在要注意的是这个人的举止 以前是一个野蛮的人 是一个无法被束缚的人 现在他已经不被恶魔所附着 行为很正常 那么看到这个人是完全正常的 并看到在猪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人们就感到害怕 就要求耶稣要离开 那么在离开之前 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在马太福音当中 没有提到的故事 就是说这个人 他想和耶稣在一起 大概是要想作为一个存值的门徒 耶稣就不允许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需要这个人回去 告诉他的亲手和其他人 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想一想 耶稣是被要求离开 这个需要福音的地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谁会比这个人更适合留下来 比他更能够传播 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 那么之后这个人 就去做了 耶稣所吩咐的事 许多人都惊叹不已 好 今天我们的学期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继续接下来的学期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I am not ashamed to know jaes Anna 等着 元 注